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如果我们在拥有较高的压缩和强制感应的发动机内加入新丸值低的汽油 让传感器显示错误 而如果在拥有较低压缩和不拥有强制感应的发动机中 加入新丸值较高的汽油 对汽车的性能倒是影响不大 但性价比太低 而在发动机中 主要决定汽油油耗的因素就是压缩比了 压缩比就是指发动机混合气体被压缩的程度 这会直接影响了汽车应该选用拿好的汽油 所以说本该加95号油的汽车加了92号油 肯定对汽车的性能会有影响 导致发动机出现震动 导致车身抖动 方向盘抖动 动力性能下降 油耗温加等现象 不过第一次犯错的车主不要慌 可以把车开到附近的汽车修理点 将油抽出来就好了 以后牢记不要犯相同的错误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